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稍等帮您介绍吃花枪 就是生鱼片吗 刺身的部分 刺身 刚刚他们告诉我说 稍等一下 先不要动快 他教我们怎么吃 一般我们看到筷子就拿来了 就随我们的意义 他还有他的特殊的食用方法 那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吃饭 都建议您将它分成两半份做食用 前半部的新鲜鱼 或可以搭配到这边的成鱼酱油 以及旁边都有新鲜鲜磨的山葵泥 那吃完以后 后面这边是我们的山药西面 再淋上这杯煮熟特特酱汁 稍微搅拌一下就可以做食用了 谢谢 蒸的部分就是用芥末 然后那个山药的话 这里有一个特调的 这杯就好像威士忌这样 特调 然后最主要就是半个山药 跟那个鱼蛋 就有点像那个凉面 对 那个感觉 这边白白的一头 我看起来它很白 很像奶油 就是上面有鱼鱼卵的那个 嗯 那看起来好白哦 对 对 但是它是山药 它是山药 它就像冰淇淋一样 所以它切得蛮细的 对 所以说先把刺身的部分 就是生死先把它刺掉 最后再刺那个山药的部分 嗯 那这边帮各位准备上吃我们手那样的柠檬醋 柠檬醋 柠檬醋 就是用柠檬 不是 它为什么会用 它这里就是 吃完这些海鲜之后 做一个柠檬 嗯 吃完海鲜之后 它就 会 上一块柠檬 对 这两道叫做鸭鱼鱼肉 这两道 送给我 做一个大碗 对 对 走 那个厕所后面的 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很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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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般鸭肉 蛮有脂 嗯 你看这个鸭肉很有脂 是 很酱 我都会觉得 放到任何肉上面 可能都会吃起来 但是那个鸭肉的脂 其实我以前没有 那这边帮您准备一下 是我们新鲜的鸭肉鱼片 我们这边过程的 好吃鸭肉鱼做料理 可以在旁边帮您 即食烧 鸭肉鱼 鸭肉 那有些 鸭肉鱼 我之前放上去 人一个人在哪里 是 大概为一份饭 过后呢 就会熟了 鸭肉鱼的部分 它就会回到下面 这个名称叫 鸭肉鱼 对啊 我跟你说 上部分 对 鸭肉鱼片 然后在蒸的过程之中 那个 鸭肉鱼汁呢 会滴到这个汤汁里面 所以 让这个汤汁更加的美味 所以这个 是蛮有特色的 在这里的叫做 顶蒸笼 对 可是我刚刚 刚刚下面好像还有一些材料 对 对 它的 鸭肉鱼 上面的话是 鸭肉鱼片 嗯 我刚刚看鸭肉鱼片 很薄耶 对 很薄 是因为贵的关系吗 哇 哇 鸭肉鱼的部分已经好了 那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鸭肉鱼 它是非常珍贵的鱼种 包含焦鱼300 那它蒸熟 或有白色焦纸状是正常的现象 那么多建议各位吃原味 不使用任何蘸酱 那帮您一下我们的青江菜 那这边是福袋跟花枝丸 是 哦 那先吃这个 要趁热吃 刚刚她说不要蘸酱 对 吃原味 有味道吗 你吃一看 好好吃 刚刚我们都在蘸一酱 去吃吗 不要蘸 因为它这个很薄 你吃一下原味 等一下你不再蘸 你看它油油亮 它是有油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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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鱼鱼本来它本身 好像牛奶哦 那这拿起来好像牛奶 真的有点奶香耶 嗯 好吃 我以为一般我们吃这个鱼肉的话 它一定是那个 有点清新的 然后有点 因为它水质 它有 哇 就可以感觉得到这个鱼 是干净的 而且很清爽 很爽口 还有沾汁 好吃 嗯 这就是鱼肉的鱼肉 鱼肉的鱼肉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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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旁边那杯白酒 是大鱼肉 對 就刚才 告訴我们的鱼肉 它那个味道 不会盖过食物的原味 对 就融化了 好 那这边跟你介绍一下 它是日本果果籍的工艺品 它叫做万虎烧 那容器本身 我们用一千三百度的高温 所烧制的成人 那底下日本火山岩石 我们师傅 将它加温到三百度左右 待会我们会利用清酒的蒸汽 以及岩石的高温 将螃蟹蒸熟 我们种做法 跟个包酥鱼肉的美味 更可利用清酒的蒸汽 将螃蟹的甜味完全带出哦 那这边帮你淋上我们的银氧清酒 即时六分钟 中间的骨烧温都会持续上升 味度很烫 其实会贵面手上 不要触碰到一面烫伤哦 谢谢啊 叫腕鱼烧 哇 那个 那个下去一定肉就熟了吧 嗯哼 用那个石头的热 嗯 然后我们这样盖起来 那个热在里面去做一个循环 跟大一样 对 酒气 酒气 所以它里面的 那个螃蟹的那个 肉质跟它的酒 把它滑在里面 真的肯定很鲜美 已经可以闻到那个酒香已经出来了 嗯 真空酒香 很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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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只要用几分钟 六分钟 只要六分钟就好 对只要六分钟就好 好 对 因为 因为 我这次如果没拿这个药套 我还真的是没办法做鱼豆干 反正都完 不完 嗯 鸡肉先持继啦 消炎此后啦 还有 螃蟹 那螃蟹的部分用清酒清蒸锅 会特别鲜甜 那我们都会建议各位吃原味 不使用任何的沾酱哦 就是我们刚做完螃蟹之后 它还是一样会有给你一杯 就让你漱口的这个 这个是什么 玫瑰醋 玫瑰醋 哦 它就说最高等级的留小孩 然后就会烤它 然后它一起的是给你的这个盐 玫瑰盐 我刚尝了一下 尝出盐味 没尝出玫瑰味 那这边帮各位准备一下 是我们的盐瓣 啊很盼要请各位小心哦 那牛肉的部分 我们直接帮您放到盐瓣上面做料理 我们都建议煎到两面为胶为色 加口感 它上面有一层油花分布出来 以后就可以用铲的方式 帮您做翻面的动作咯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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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边牛肉的部分 它有点嚼劲 但是牛肉香很浓 我们有沾一下那个盐巴 对 这样吃的那个是有肉的香 但是应该沾一点盐会比较好吃 那个 真的那个盐味道就挺上来的 你就觉得那个甜 但是单吃那个牛肉 那个牛肉香确实也是很棒 嗯 我现在要来试一下这个牛肉 我本人还挺爱吃牛肉 他说第一块吃原味 它有点难药 有点嚼劲 熟了吗 熟是熟的 这个熟度因为它饱嘛 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把我加盐一下 你才是加盐比较好吃 加盐那个肉 我觉得体会很香 但是你还是可以感到 你整体上都是在吃一个很原味的东西 就是没有那么多调料 然后你必须变得要很仔细去体会那个本身的味道 嗯 如果是它很大一块 可能就变成你这样的吃 但因为它做得很精细 然后数量少 你就要一点点去尝 嗯 你们可以吃吃看 这个饭吃下去非常的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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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好谢谢你喔 今天我们这餐饭吃的真的很棒喔 这一餐很养生耶 谢谢 谢谢 那你怎么介绍很多人来这边吧 对 介绍 因为这里 这一家餐厅在当地是蛮有特色的 蛮有特色的 对 我真的第一次来耶 去你这边泡汤那么多次第一次来耶 今天让我 还满意吧 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那今天这一道其实是 养生又美味 是 然后心情很愉快 因为它很 很美 这里是South.com 我们在分享世界 沿接世界 期待你的加入